我們去旅行 通常我們不會浪費時間去看電影 或者去看... 我不是說你阿狗 我不是說看電視 我不是說看電影 你要去酒店 你不會怎樣看電視 會開著 有聲音 然後你執行你 或者洗澡 好看就看兩件事 但不會看完一堆 我看了一個節目 我覺得看下去 我很少看不明白 但我知道他在做什麼 但我竟然坐下來看下去 晚上有AV節目吧 不是AV節目 男人唱歌 然後在下面給我看 我想找到那個台 找不到那些台 我想看 要有這些台 最後一個鏡頭是拍地下 真的有 真的有 我說很認真 我在看 還在想 如果我們在做 可以 我幫你了 隨虎 不是 我找不到 我轉役台也找不到 然後這個節目是這樣的 叫什麼偵探什麼鬼 但一開始 誰是正的 都是正常的 應該是寫探證 不是 他在說偵探 真的寫偵探 對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真的是任期 第一幕都是普通的事情 就是講一個故事很特別的 他研究一些很無聊的事情 就是究竟射東西准 即是射東西准 開槍 不是 射準有多準呢 我們鬥一下射準有誰是最準的 上天有一個找了一個女生 射準有很準的 有多準呢 一去到訪問他 有一隻蚊在 在飛 死了 哈哈哈哈 不是 泰姆哥是慢動作 不是一定有慢動作 一定有的 像根欺負了一隻蚊 以下是沒有 因為太難捕捉了 一隻 掉下來 死了 即是有隻掉下來 但是沒有那個 但是不是一鏡子的 一鏡子 即是鏡頭拍著 然後射中它 然後鏡頭鏡頭 不是 最追的 是啊 但沒有的 你說一下 如果你沒有那個 可能死定了 就是如果你追不到 橡筋 碰到蚊的鏡子的話 其實是不太看得到的 因為射三隻 第一隻 好一點 難度不高 停了燈的位置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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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第二 那裡找一些蚊子出來 他說這間房間電視台 很多蚊子 真的有很多蚊子 你幫我射幾隻 好 進去射幾隻 然後到最厲害的難度 就是在胸中 啪 真的掉了一隻 這樣他射了很厲害 真是掉下來的 你見到他有東西掉下來的 有啊 他拍了出來的 射出來的 他在地上有絲 當然可以拍到 最慘的是他不是射死 而是射暈 即是再起來 再起來 即是正來真 真的 然後另一個 是扔飛鏡 很厲害 然後第三個 就是普通的 就是扔標靶 扔標靶 然後有一個是玩玩玩具 吃完的 射出來的玩具槍 但他裝了一個很專業的瞄準器 他說射東西很厲害 即是雷達小孩 今天雷達專用的 那我剛才說 很普通 原來我請這三個人去玩比賽 玩什麼比賽是射準器 不是射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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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搞笑 他找幾個人 穿白色衣服 他綁了一粒很小的東西 在鞭頭上 或是屁股上 然後一開始就站在那裡 綁了鞭頭 逐個去射 然後第一個射爛一粒 射爛 最棒呢 最厲害的不是他們射的 是被人射了一個 沒有表情的 哈哈 即是有樣子看見到的 純粹是穿白色衣服 射完後 然後慢動作拍到一次 再點爆的東西 很細條 原來應該是這樣 一射就 嘩嘩 對對對 第一個階段是這樣 第二個階段 好了要動 要加強難度 你猜一下怎樣加強難度 那是射在哪裏 都是射個鞭頭 都是掛一粒在鞭頭 轉圈 不是 他是這樣的 哈哈 OK的 人造機關 人造波 柔了胸圍 第三階段是怎樣 哈哈 哈哈 然後中間就有一個電視 電視就是這樣 哈哈 笑得很厲害 最後好像 整件事整個環境 是沒有人笑的 射的人都不笑 日本人真的很厲害 忍笑這個功夫 不然也不會有以前的忍笑節目 我也不明白 為何可以一個人在台上 做完所有的狠狗的東西 然後下面一個人 是很正常的在讀書 看著他 我看得笑 很反聽 日本人的節目很厲害 他最棒是拍著那些鞭頭 嘩嘩 你可不可以找回那個是甚麼電視台 不鬼偵探甚麼天 我忘記了 要找回日本 我找不回你的影片 我想再看看其他 記不記得那個電視台的logo是甚麼 我忘記了 我在留意那些人 好像是NHK 然後最後第三個段 終於分成勝負了 最厲害的應該是玩具槍那個 專業瞄準器那個 其他都射不到 其實很屈膩的東西 射橡筋不是綁橡筋 是有些闊條橡筋 實踵 都不是的 都很難的 你試一下 都難的 我不懂 射很困難 你射個靶子 你忍著笑 笑得閉嘴 他這樣掛 我覺得如果幼條會容易重 因為那天可以放在指甲那裡 那就是中指甲 那就是疫苗 放在指甲的位置 最後第一節拍節目就是 第一節分得出來 原來是用玩具手槍 最厲害的 然後又要洗澡 回來 然後他坐下 然後我跟他回來 我女朋友跟我說 今天接了一個來訊 坐下來之後可以這樣做 接了一個來訊 我們專門解決一些疑難的 這個可以抄 要抄 Edmond 我不知道為何 我每次招臉頭 都有一個懷念的感覺 好了 在這個時刻 這個問題真的是那條問題 原帶遠的 真的問題 然後問他們 好了 究竟為何招臉頭有懷念的感覺 我們立刻出去試 懷孕嗎 不是 有懷念的感覺 然後出去找了一輛車 就是AV的車 一進去拉著布簾 有一個車 然後到處問人 不好意思 你可以進去自己招臉頭 告訴我 我聽到的感覺是怎樣 然後找一些男人過去 找第一個爸爸進去 其實他沒有攝影機 但其實也認識那個攝影機 很好笑 然後隨身 第一位沒有感覺 然後再找一個英俊 一咬 然後出來跟我說 有事有事 他就說 異姑 異姑 應該是幾個知 然後就去找個阿婆 找個阿婆 有人說是否這是大熱鬥偵探室 好像是大熱鬥偵探室 大熱鬥偵探室 好像是大熱鬥偵探室 好像是這個 然後找個阿婆 那阿婆真的進去 真的在那裡 有沒有拍的 但是沒有拍的 他這樣攝影機 這樣攝影機 然後出來 不知道說什麼 然後說 你玩什麼 是不是拍AV的 有個阿婆問 對 有個阿婆問 對 有個阿婆問 都說有一點點 鑑爪 什麼鑑爪 都不知道 然後他們來主場 聊了一大輪 說為什麼要招 即是要很認真開會 不如總結一下結局 他們可以談到 很厲害 很厲害 即是怎樣談 你問我都談不到 我又沒有聽完 那些日文 你明白嗎 現在要我們四個吹吹 怎樣招 不是 是為什麼 他講的 很認真是為什麼 要解釋 要告訴聽眾 你招 這些是BingStorm 現在我們繼續 為什麼招 招 招會有懷念 我懷疑是什麼 他們是一樣 先試試試 我懷疑是 應該有人招 你招 給了一個感覺 不是 他是自己招 不是別人招 就是他自己招 自己有懷疑的感覺 小時候是否經常招 招臉頭 不知道 不斷在這裡聊 聊到最後 他們聊到沒有什麼結果 然後說 我們參加節目結束了 我們找個心理專家 真的問他 認真問他 招臉頭 為什麼有懷疑的感覺 沒有魚 對 原來是關沒有魚事 原來可能 戀無情義傑 他說除了你 在招臉頭喝奶的時候 招臉頭 某程度上是跟招臉頭的感覺 要有連繫 但這個是不合理的 我沒有聽到他 不知道為什麼 如果跟佛樂醫的戀無情義傑 那個說 這個真的是心理學生 對 他心理學生 不是病 不是病 總之 他所說的 戀無情義傑 其實是你為什麼 會對招臉頭 有吸絕 這個動作 是因為 你對無語的開求 原來現在說的 除了吸絕 招臉頭 也是有懷念 但這就是問題 你吸絕 是因為你回想 喝奶 安全 對應義傑 對媽媽 溫柔 安全 你才會有這件事 但你招臉頭 其實是不合理的 對 真的不合理 所以就是問他 就是不問為什麼 我們試試 我找一個機會 試試找 有沒有心理學家 問他 但我聽不懂日文 總之改正是關於 戀無情義傑 我女兒不知為何 總之招臉頭的關係 終於回到現場 終於知道原因 原來他很掛念她媽媽 類似是這樣的 我們走下去 再看看有什麼奇怪的問題 整個小時 嚯嚯 這個很巧巧 顧物論 日本人肯玩 那個結果是真還是假 這個我不要理他 這個已經不是重點 他做了一個小時 很厲害 半小時是在找強人物 半小時是講了極難的習性 招臉頭 如果現在突然有人寄一封信 我那天聞一支咪 我會有一個很討厭的感覺 一支咪 可以解釋而已 令他有很討厭的感覺 有你死對頭的口水的味道 你不就很討厭 這是你的解釋 你要繼續下去做一個訪問 還有一個C 做一個實驗 下街 我最喜歡說自己躲在咪 你聞一支咪 你聞一支咪 他會回答你什麼事 還有最好笑是看途人的反應 他又真的相信你那一刻 可能那個MC是大家都認識的 所以相信他 國民MC 可能是這樣相信的 但覺得很特別 這樣也可以做一個小時 所以這條叫 回來可以不可以呢 這個就會坐在這裡 叫大家記些奇靈紮症 我們收大家聽眾的訪訊 你真是對 你真是認真想知道 可以回到這個恐怖在笑粉皮專頁會 PM我們 我們會回答你的 你黏在這裡想怎樣 節目回答你 但這條條我真的覺得OK 還有他將這些玩得很盡 有些日本人是很厲害的 他可以將一些覺得很無聊 和很無謂的東西 他們認真玩得很盡 他們認真地做一些很無聊的事 原來他最棒的 整個節目的POMO 跟節目內容是沒有關係的 他講那個節目POMO 因為我之前一直都在看他 說了一宗案件 就當作戲劇 一進去就不是說這件事 很棒的 那個主角已經坐在那裡 但在說其他東西 這個我覺得挺特別的 但我有機會找到有沒有中文 回來再說這一集 或者這一套東西 說些什麼 如果是大熱門偵探 收到網上就看看 我們直接說我們抄一下 當然抄 我們從來都不說參考 對 照押 三日那個是參考來的嗎 押的 押或是押 押 還有另一件事 我挺佩服日本人 因為我們香港人 其實都不太尊重自己香港的 可能有些人都在說 我不會進戲院看港產片 原來日本人真的很尊重自己的文化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我去到那時候 剛剛18號 剛剛上映龍珠的新劇場版 原來電視台是很配合的 其實那天很流行 最速上映 最速上映是為什麼呢 例如16號 17號上映 16號12點有一場 就是最早那場 不是早場 是立刻這間戲院上映的第一場龍珠 因為過時就17號 17號上 有這些東西 然後他怎麼玩呢 他在那天知道有這些場面 他在9點電視台 播放前一集 劇場版 哦 他還要是特別版 不是出版的版本 再播一次龍珠 然後 還告訴你 片尾之後 我告訴你 有四分鐘 是第二集的片段 我先播給你看 哦 然後你吊你 沒有最緊張的 他就 收了 你立刻去買票吧 還有一場 對 落樓下還說一次 不是 明珠台也會做的 就是Avangelist 正在做的時候 不斷做Avangelist 然後Iranman 做第四集的時候 就播放二三集 他跟貼到 那一集 只有第二天 那天上 那一晚 就是有現實的時間 叫你四分鐘後落樓下樓票 不不不 看了四分鐘的片段 精華 你那時候也是三點多 你還有半小時去買票 這樣 這個是厲害的 就是他全世界幫自己的電影做宣傳 我那時候是這樣的 有些好東西你當然是幫的 有些好東西你當然是幫你做宣傳 不要說香港那些不幫本土創作 但有時候我不是說香港的本土創作 全部都不好 但大部份 就是你幫他做宣傳都很浪費 那就是 你做完之後 你都覺得 為什麼我要幫他做宣傳 但是我反而 我剛剛檢查了一件事 是 呃 Advengers 大家都知道 熱到爆了 是 今天上 是 剛剛九十二點 剛剛今天上 但你留意一下 全部電視鋪目 都還在說明天 對 過了十二點 這是第一 第二 如果真的這麼熱的話 十二點應該有場了吧 對 沒有 我剛剛檢查了 沒有人看電影 不知道 不是 原因是 沒有人會加OT給你 是嗎 但你日本就算那天 那天是星期六 還有一件事 但是 這件事是挺特別的 大陸戲院 某些戲 如果真是大陸人投資的話 它說明要收多少錢的話 它是在凌晨十二點一過的日子 立刻開兩場 開兩場 兩場 為什麼會有這件事呢 就是因為是FF7 FF7是中國投資的 是中國投資 這件事FF7有多特別 因為你看到地鐵的廣告 是圓圓的投資 因為廣告不夠 兩個兩個 連著出 所以我今天看過一篇文章 又是說 為什麼有很多電影 是比美國更早上的 因為AVANGERS 2 原來是台灣最先上的 是 全地球是台灣最先上的 不是韓國嗎 不是台灣 那韓國那個是什麼來的 韓國也有一個首映 韓國那個首映 只不過是宣傳你 不是上映 那就是為什麼現在 台灣最早 為什麼不是美國最早 而是台灣最早 你想想為什麼會是台灣最早 台灣之今 不是台灣之今 有很多人猜 會不會是導彈問題 台灣人比較守規 他們不會導陸這樣 可以繼續播 就不會流出來 但是原來不是這樣 這個是解釋錯 大家想想 其實大片 AVANGERS 你怎樣都要進戲院看 你怎麼會看翻版 應該是有很多看翻版的人 覺得這些大片都應該進戲院看 就算不進戲院 下載 都不會等TS TS就是手震錄的 我等個Bluway版 所以其實有很多人覺得 是不是跟導彈的關係 其實是跟導彈的關係 最後原來是解釋 是怎樣解釋呢 就是原來現在 其實美國自己本土收2億的影片 在亞洲地區 其實可以收9億 是啊 即是他本土買的收益 是比外面少 因為人口問題 即是FF7 FF7就已經是一個例子 在美國收2億多 但在亞洲地區收了9億 嘩 人口也三四盤 那為什麼我要在我自己的美國 等等 除了人口你們不能計算 最重要是什麼呢 一張戲票的價錢 然後另一件事就是 喂 我當然是先去別人的地方播 為什麼 如果我在美國本土自己播了 口碑差 不是呀 口碑差 一傳到外國沒有人看的 我當然是困了別人的錢 才困了別人的錢 還有呢 為什麼FF7 首輪的時候 現在也剛剛叫二輪 首輪的時候票房會這麼低 尤其是歐美國家 他們看電影的習慣 他們首輪 多數都是有錢人去看的 因為他們一張票 對我們來說是兩張票的價錢 百多元 接近 因為到了二輪的時候 他們排片的價錢 會便宜到一倍 所以是這樣的 所以很多人會等二輪 所以才會令到票房差很遠 但是 最後的票房很長 但是今次 所以很多戲都是在 不是本土做的 上日才扔到其他國家做的 所以你會看到有些說 優先美國上映 即是比美國上映的原因就是這樣 日本很棒 日本很喜歡 初來都是自己先的 日本是自己買 而且推出外國的影片 推到後很多 是 可能出義才上 很本土的 即是我先上自己的東西 你那些東西都上完 我才上日本的東西 即是他剛剛才上卓備 日本那個 是嗎 而且 賣很多的 很特別的 大家知不知道FF7 在日本的名字叫什麼 英文名字 他加多一個 我只知道台灣叫什麼 換命光頭 換命關頭 就是看那個漆頭 漆頭玩命關 漆頭玩命 換命漆頭 然後大陸名叫速度與激情 這個名字比較帥 但原來日本 照是英文名字 我不知道為什麼 是多一個副名字 原來是The Sky Mission 天空計畫 不是天空任務 The Sky Mission 很奇怪 但這個 怎麼譯的 我不知道怎麼譯的 我已經是多譯的 他在FF7再加一塊東西 我怕他會亂 即是是背後面的 不是 怕說 只說FF7可能在日本 我們是不是看他飛三棟 日本也是飛四棟 不是很好笑 通常我們看香港那張Postar 不是黑白的 是嗎 他彩色的 日本人很喜歡自己弄一張 反過來想 很多日版海埔比原裝海埔 但有一個失敗之處 Burlman日本版海埔是最差的 日本版海埔是最差的 日本版海埔是最差的 即是所有的主角都看完 好像龍珠一樣 這是日本風格 我也想看的那套龍珠 然後有很多不解的儀團 開始慢慢解釋了 為何悟空公公的頭髮會由黃色 即是超級洋人的黃色變成藍色 原來就是換衣 然後又看到上一集的神鬥神 神與神 神與神之後那個神又出來看 然後這些劇情我覺得挺想看的 不過在看之前都會餓的 當然是吃那些東西 你去日本那麼久 你懷念中國的食物 我最懷念就是這個東西 就是打火鍋了 還有早午茶市 精美點心 南北越賽 任君選擇 訂座電話 853-2883-8068 地址 澳門探仔孫逸仙博士 大馬道289號 寶龍花園地下D座